说起扫养,估计没有比肛门扫养更尴尬的吧,在家里还好,要是在公众场合,养得让浑身难受也是不敢轻易伸出自己的魔抓的,有些形象一旦毁了就很难再找回来了,当然,小朋友除外。 那么尴尬的肛门扫养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呢? 一般,我们首要想到的因素无外乎,上班坐得太久,裤子太紧或是多天没换,更甚者猜测难道是屁屁没擦干净,其实,这些都是外在因素,肛门扫养症的病因较复杂,还有很多原因都有可能造成肛门扫养。 总体来说,可分为全身性因素与局部性因素二各方面。 一,局部因素一,肛门部皮肤病。 肛门湿疹,神经性皮炎,接触性皮炎,脂液性皮炎,油,血,毛囊炎或直肠内粪便残渣附着于肛门周围皮肤皱褶内等,皆可引起肛门扫养。 二,寄生虫病。 如蛔虫,脑虫,阴湿等,都可引起肛门扫养。 三,肛门直肠欲会因不疾病。 如肛裂,肛漏,痴疮,脱肛,脱肛,肛门失禁,肛痘炎,肛乳头炎,以及尿道炎,前裂腺炎,阴道炎,子宫脱出等均可因炎症刺激,肛线分泌物增多,肛门潮湿刺激皮肤而引起肛门扫养。 二,全身因素一,疾病因素,如糖尿病,黄胆,腹泻,便秘,风湿与痛风症,血液病,恶性肿瘤,尿毒症,尿工症。 肝硬变,妇女及男性更年期等,均可以并发肛门扫养。 二,精神性因素,有的因惊恐,忧郁,精神异常性分或神经衰弱,亦可诱发肛门扫养。 三,药物性影响,有的可因头抚马飞,奎宁,披剂,麻药,抗生素等药品后,而出现肛门扫养。 四,原因不明,找不到具体病因的肛门扫养,称之为自发性扫养,有认为这与家族遗传因素有关。 五,过敏性反应,如有的吃了鱼、虾、鸡蛋、蟹肉等可引起过敏性反应,也有的是因为饮酒、食辣椒、芥末、香料等刺激性食品,这些食品均可以引起肛门扫养。 儿童肛门扫养的原因,儿童经常会出现肛门处扫养,多半是寄生在儿童体内的脑虫引起的,夜间脑虫磁虫移行至肛门周围排卵引起扫养。 家长应该及时为孩子驱虫治疗 老年肛门扫养的原因,老年肛门扫养的原因也有所不同,老年因皮脂线分泌功能减退,皮肤缺少皮脂的滋润,皮肤干燥,肛门周围皮肤褶褶增多,粪便,汗液及污垢容易基于其中而经常潮湿,不清洁。 这容易使细菌滋生,易发生肛周皮肤粘膜交接触的慢性炎症而引起肛门扫养。 并且,体质肥胖多汗的老年更容易出现肛门扫养。 出现肛门扫养如何有效解决呢? 一,避免不适当的治疗,不少肛门扫养病患者不愿到医院就诊,采取不当的自我治疗, 如用热水烫洗,外用高浓度皮质类固激素或含对抗刺激药物, 自购某些粗质家用理疗器械治疗等,这些方法必多利少, 仅能有暂时抑制臊痒养,日久致使病变鲜盐增聚,应劝告患者停用。 二,注意卫生,不时或少食刺激性食物,如辛辣食品,浓茶和咖啡,烈性酒等。 衣裤因宽松合体,贴身内衣以棉脂品为好,注意阳光下晾晒,在室内晾晒内衣裤很难起到杀菌的作用。 三,弄明白问题所在,用消毒棉签擦拭痒痒的部位,并保持干燥。 四,穿衣服要宽松,停止食用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和药物。 四,小孩和老年应注意肛门局部的清洁,经常清洗肛周皮肤,勤换内裤,防便秘。 五,少做多活动身体,以免造成下体闷热潮湿引发细菌滋生。 专家提醒,过烫的水,刺激了肛门皮肤,会引起分泌物和肾出益增多,导致局部皮肤的炎症反应加重,使病情长期不能治愈。 也不要自行买一些止痒的药,可以使用脏药冰黄肤勒软膏,每日四次以上,除极少有过敏反应外,可长期反复使用。 肤轻松,强的松龙等皮质类固醇激素双剂可在即兴其短时间使用,如肾益较多可配合5%萌酸容易局部外用,再能缓解症状。 做到上述防治之法,如果肛门扫养症还没有得到解除或缓解,那么就要考虑身体出现病变了,此时你就得去看医生了,在尴尬的部位出现症状我们也不能马虎,藏着掖着自我解决中就不能不是可行之道,只有弄清缘由,才能彻底摆脱烦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